指明方向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宣传术语 通常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相提并论 这种比喻强调了领导人的权威和个人崇拜 自2012年上任以来 习近平已经成为中国几十年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 他模仿了毛泽东的造神方式 一边追求个人独裁地位 一边逐步推行个人崇拜宣传 近年来 习近平指明方向这个词组 在各种报道的标题中频繁出现 展示了他对各政策领域的深入理解和细致掌控能力 官方媒体称他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能够规划和引领方向 习近平指明方向的次数实在太多 涵盖了政治、经济、外交、人权等各个领域 许多网民讽刺他是指南真成精 据统计 从2015年11月到2021年11月的6年间 习近平在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中 为各项重大事业指明方向超过60次 2024年3月16日 根据推特用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分享 有网友对习近平指明方向的次数 进行了新的统计和补充 2015年11月至2024年3月 习近平指明方向的次数已经更新至244次 这些内容都来自官方媒体的报道 以下是习近平在这些年里指明的一些方向 内容来源于新华网和人民日报 这些方向涵盖了股票市场的未来发展 民营经济 网民留言办理工作 中国未来互联网发展 东北条结构 农业供给侧改革 世界经济 教育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深改新形式 中国青年人 雄安新区医疗教育资源配套 香港未来发展 推进一国两制伟大实践 我国金融工作的健康发展 解决就业问题 网络强国到数字中国 长江经济带发展 科技人才 科技创新 排头兵 上河组织发展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共青团工作 国企改革 新时代改革开放 新时代两岸关系发展 干部队伍建设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中国与世界发展 澳门 构筑人民防线 当前网信工作 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 后疫情时代中欧关系 海洋经济 中国经济如何乘风破浪 加快建设美好安徽 新时代西藏发展 应对全球挑战 科技创新 联合国的未来 建设中国特色考古学 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 重塑后疫情时代的世界 中国经济发展 推进已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网信事业发展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列举不安 自行脑补